潮津公园碧海蓝天是夏天最适合玩水季节 进入潮津公园这几年富裕有成 吸引不少潜水客到死潜水 不过却发生各种缺乏功德性的情况 马桶上拉起了封锁线 一旁还有排泄物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水管被连根拔起 原来是潜水客上岸之后 为了冲洗装备把马桶都弄坏了 让其他游客看了很傻眼 原来先前的潮津智能海洋馆整修 决定不再提供免费淋浴 没想到六月才开幕 化妆室频频遭到破坏 还直接跨坐在洗手台上冲洗身体 造成水管堵塞淹水 更波及到楼下的机房 海客馆仍无可忍报警 也贴出了公告 若再次被破坏 连厕所都将永远关闭 那我们下面是我们的潮津航中心 北东门机房 那这个机房是整个潮津航中心的行长 那主射的时候热水管扬弹爆了 就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机房的电力安全 所以我们还是会为民众尽量不要去 尽量不要在这边洗装备 还有就是 拜托就是尽量不要破坏了 因为它以前 其实您看来说它以前是磁砖的 我们是故意改了不锈钢 比较坚固 但是还是会被弄它 随着疫情趋缓 游客也越来越多 只是乱象破坏了公共环境 造成了管方和其他游客的困扰 记者黄绍铭介绍报道